传统农业在中国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历史 在传统农业生产中 蔬菜的播种、浇水、施肥等完全凭感觉靠经验 而如今传感器、RFID、物联网等先进技术 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实现完美结合 现在农民足不出户 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控制大棚管理种植 而且产量质量还要比传统种菜高出一个档次 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悬挂在钢丝绳上的草莓 长在铁架上的罗马生菜 大拇指一般的水果黄瓜 温室里排气扇根据环境变化自动启停 水肥一体化系统自动循环 随着齿轮转动 棚顶开始吞云吐雾 这是智能控制下的喷雾系统在工作 整个大棚系统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按照程序自动运转 走进江苏省张家岗市长英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PVP项目就好像进入了一片蔬菜乐园 让人直呼神奇 在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水果黄瓜种植区 宽敞的玻璃温室大棚里满是绿意 小巧碧绿的水果黄瓜在翠绿叶片的衬托下格外诱人 不同于直接栽叉在田笼上的种植方式 这里以椰康作为无土栽培机制 通过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为黄瓜苗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据小编了解 示范园内的40个大棚 不仅覆盖有两层膜 还加盖了一层棉被 最大程度模拟日光温度 为基地内的蔬果生长保驾护航 大棚外 技术人员通过数据监测 进行二氧化碳精准供给 让作物得到充分光合作用 不仅如此 园内十余种蔬果 还可呼风唤雨 温室内的风机根据不同作物需求 自动打开或自动关闭 智能水肥 风光 雨水回收等系统 均有条不紊的全天运行着 据悉 总投资4.09亿元的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员PPP项目 总建设面积31.4万平方米 拥有多个种植智能玻璃温室 展示智能玻璃温室和种植联动温室 可年产各类标准化蔬果6000吨 产值达到3600万左右 辐射带动周边2万余亩生产基地 共同发展 如今 整个示范员能够实现水肥控制自动化 气候控制自动化 种植物流自动化 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 以番茄为例 通过传统方式种植的番茄 每平方米产量约10公斤 在示范员 通过先进的农业栽培技术 和智能化的设施设备 能让每平方米的番茄产量 提升到25至30公斤 而在兰陵县的绿沃川智慧农业发展线公司内 还有一座智能化温室 据说 在这个占地50多亩的智能温室内 蔬菜从播种到收获 只需要40天左右 而且是流水线模式生产 产量也是大的惊人 全年生菜总产量能达到950吨 最多的时候 一天就可以生产5吨蔬菜 整个流水线95%以上的工作 都是由机器人执行 机械化操作 整个蔬菜工厂 50多亩的体量 真正生产型的工人只有4个人 可以说 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 高端的生产方式 生产出来的蔬菜 在销售端也不甘于频繁 这里生产的蔬菜 大多销往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市场 价格按单颗计算 一颗生菜重量在300克左右 出厂价13块钱 终端零售最高能卖到19元 而对于高端食材来说 是否能以最新鲜的状态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里的生菜采用的是 保留根系活体销售的方式 7到10天都能正常保鲜 乡村振兴 关键是产业振兴 在这些智能蔬菜工厂 先进的农业栽培和新品种管理技术 让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愿景 成为现实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7年的数据 中国人均蔬菜消费量 为377.17千克 位列世界第一 是美国的3.3倍 是日本和印度的4倍 韩国人的5倍 中国农科院2019年报告显示 中国蔬菜总消费量为 52,245万吨 平均算下来 每人每天消耗1.04千克蔬菜 在中国人眼里 不吃新鲜的绿叶菜就会不健康 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多吃蔬菜 营养才能吸收好 这是中国人的社会共识 什么都好说 没有蔬菜是万万不能的 据相关数据统计 2020年 中国蔬菜总产量达到7万4千9百1十2万吨 占全球蔬菜产量超过50% 支撑这个庞大产量的 是中国3.2亿亩的蔬菜种植面积 支持如此庞大的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是遍布全国的蔬菜种植基地 综合地理位置 辐射区域 种植面积和产量等因素 接下来 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中国排名前五的蔬菜生产基地 1.山东寿光 在蔬菜种植产业 山东寿光的名号响当当 截至2021年 寿光设施蔬菜种植面积60万亩 年产450万吨 占山东省5.3%左右 而山东省蔬菜产量占全国的12% 寿光已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每天有超过300个品种 15000吨的水果和蔬菜 在这里聚集中转 发往全国200多个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 全国新建大鹏 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 寿光标准在全国26个省份落地开花 寿光每年接待为菜而来的客人 超200万人次 常年有8000多名技术人员 在各地指导蔬菜生产 2.四川彭州市 2021年11月 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农业全产业链 典型线建设名单 四川彭州入选集中 彭州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西北部 是川西平原600万亩千斤粮万元钱 倒菜轮做产业带的核心区 全国首批 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 和四川省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 2020年 彭州市蔬菜种植面积82万亩 产量233万吨 蔬菜全产业链产值达120亿元 成都平原是压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具有春早夏热秋凉冬暖的气候特点 气候适宜 彭州还是四川省主要的南菜北运和东春蔬菜生产基地 在东春北方地区蔬菜产量低的时候 为北方地区供应大量新鲜蔬菜 三 河北邯郸年区 河北邯郸年区 年蔬菜播种面积22万亩 年产量90万吨 有5万劳动力 常年从事蔬菜经营活动 蔬菜品种达100多个 形成了永年大蒜 西红柿 生菜 甘蓝 芦笋 等单品规模化种植基地 其中 拱棚叶菜种植面积15万亩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涉事叶菜供应基地 主要有芹菜 生菜 油麦 菠菜 等70多个叶菜品种 主要供应北京 山东 山西及河北周边等市场 蔬菜供应充足 销售渠道畅通 价格稳定 基本满足了市场需求 其中 南大宝蔬菜批发市场 更是全国蔬菜专业百强市场 通过这个市场 平均每天有500万公斤 无公害蔬菜向往全国各地 4.河南新野县 新野县是河南南洋下辖县 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 境内无山 百里平川 新野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 常年蔬菜种植面积在43万亩左右 年产量195万吨 是中原地区最大菜园的之一 目前 新野县形成利益 早春拱棚蔬菜 甘蓝 钢葱 洋葱 土豆 西瓜等六大主导产品 其位于中部地区 产品主要销往中原周边及北方地区 由于新野县冬季不太冷 甘蓝 大葱等蔬菜可以安全越冬 而且 在新野县 这两类蔬菜主要销往西北和西南市场 具有运输上的距离优势 洋葱 早春摄氏蔬菜 马铃薯等品类与北方相比 在同等摄氏条件下 上市早 价格好 因此更具优势 5.广东湛江市 广东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上 是全国北运菜五大生产基地之一 也是国内著名的冬季蔬菜供应基地 2020年 全市蔬菜种植面积230.8万亩 产量416.3万吨 每年冬季蔬菜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 外运量超过180万吨 目前 湛江冬季蔬菜已经覆盖了全国25个省 尤其在东北三省的市场上 占有率更是达到了30% 湛江下辖县徐文县 蔬菜种植面积36.5万亩 产量68万吨 被评为中国冬季蔬菜龙头县 中国果蔬无公害石墙县 就单品来说 徐文梁江种植面积约6万亩 年产量7万吨 产量占全国90% 已经在浙江州山大宗商品交易所上市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好蔬菜工厂的普及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